欢迎收听财经营平方大师列车特辑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6月17号早上11点整 本次的主题是联准会三马 孙主任帮你划重点 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财经营平方的Roger 上礼拜没有在podcast跟大家聊天 因为有在听我们parking要知道 我们在筹备全球总经影响力论坛 很开心在6月11号的时候论坛圆满落幕 今天有两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个就是跟论坛相关 论坛的影片开放回看到7月15号 一整天9个多小时的知识学习 如果你是因为当天来不及参加 或是说怕一整天看不完的朋友 还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掌握下半年的行情 那点击资讯栏连结 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论坛 看一下我们内容 那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这个M平方的大师列车 我们还是会继续开下去 这一次我们再度邀请到了论坛的讲者 那也曾经是M平方录制podcast 让听众满载而归的大师 那就是我们台湾经济研究院 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 欢迎孙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跟你讲 主任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很常跟我讲话 有最近经济的东西变化比较多 好我跟你讲 就跟在开始之前先跟主任报告一下好了 就是有收到一个用户 用户给我们一个拜托 我来念一下原文给主任听一下 这位用户是江小姐 她上完论坛之后 她就说拜托请多找孙主任上podcast 当固定来宾 她讲话太风趣了 能把经济这么坚涉的主题 讲得这么浅显易懂 以及信手你来的造句跟笑话 让我们听得哈哈大笑 明年一定还要再办论坛 然后拜托一定要再老孙主任来讲 OK我念完了 主任任重而道远 常常上podcast 因为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多材料 可以上来讲 要由备而来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论坛 其实办得蛮精彩的 也不需要一年办一次 我觉得半年会一季 你看那些老外 他们可能一年会办两次 其实之前像有一些外资银行 本来他们每一年都会在台湾办 今年本来要请我在台湾当 Keynote Speaker 很可惜的是因为疫情期间 他们有很多诸多的考虑 所以后来没有办 所以我很感谢他的台爱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是愿意多分享 不过还得掀掀自己有多少料 有一些人在外面演讲 大家如果在外面演讲 会发现我的演讲题目都一样 但演讲内容每一场都不一样 有一些讲师 他们是每一场的题目都不一样 但内容都一样 这点是不太相同的 对我其实有跟孙主任 去警戚预测中心拜访过他 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孙主任 信手里来打开他的档案夹 都是素材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素材不够 孙主任金两其实是很重的 好吗 OK 好 因为今天的Podcast 疫情的关系 主任就跟我们是远端录音了 如果你在收听上面 有任何意见或回馈 也可以让我们知道 虽然主任人没有在我们的现场 可是主任很用心 他先把三本的签名书 送到了M平方的办公室 所以要送给听众朋友 这个就是第二个好消息 请各位跟我们听到最后 你就可以知道 如何获得孙主任签名的 孙主任经济笔记的签名书 好 那我们回到主题 这一周是央行周 那美国 台湾 英国 日本 巴西 都有立即决策会议 那我们focus在重点好了 联准会创下了1994年来 单月最大的升息 那应该是这全球最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也请到 美国市场研究员 来跟大家update 哈喽大家好 我是Ryan 好 Ryan 第一次跟孙主任合录 有什么想法吗 有点像是那个粉丝在线上追星的那种感觉 因为从那个主任的podcast以来 哇 他只要有像论坛啊 podcast我都听好多遍 主任 就是认重了道元加一 好 那相信今天的podcast是非常让人期待了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update联准会 FOMC的会议重点 那包含通膨啊 经济前景等等的 那会请Ryan跟主任一起来回答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会着重在用户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总经论坛后呢 有很多用户想要问孙主任 关于总经上面的问题 有很多遗租没有被回答 所以就今天借由这个podcast 好好来回答一下咯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好的 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 那第一个主题 当然就来问一下联准会了 联准会在6月16号的凌晨 召开利率决策会议 那结论我相信在听的朋友 在听pocket之前应该都有 都大概知道了 升息三码 那有一部分人就说 其实在CPI在上一周 上上周 对我们来讲上上周 公布之后呢 市场预期三码就是水准啊 那不过呢 联准会也上调了全年的利率点证图到13码 先请Ryan帮听众朋友recap一下 这一次联准会的内容好了 好那其实这次联准会会议有三个重点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升息三码 那这也是会后记者会 就是记者询问最多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包围有在 就是记者会里面也很详细的解释说 他这次升息三码的动作的原因 那首先是联准会在5月的时候 其实他其实在他的声明稿里面就有写 就普遍的所有的委员都会认为说 如果经济跟金融状况是符合预期的话 那接下来的会议都是升息两码 那但他也有强调 就说假如说他们的委员如果看到通膨的这个状况 是不如预期的 他们也会去灵活的应顿 然后呢就可能经济前景的变化 那他们是有可能去做调整的 所以现在就是灵活运动 所以在那个上礼拜的那个通膨出来之后 他的年增率没有如预期的一个下滑 那所以其实这一次就委员就决定 在6月的一个会议上去升息三码 而且包围也有讲到说 他在下次的会议可能是两码也有可能是三码 不排除的意思 那这可能就是依照经济数据的决定 那第二个重点的话则是利率点正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 2022年2023到2024甚至到长期的利率 它的预估是全面的上调 那这个市场最关注的一个 今年利率的中位数的落点 就是落在全年升息13码 那也就是政策利率会到3.25到3.5%的这个区间 那也是目前就是最鹰派的一个委员 就是BLOOD含出来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一次的会议是绝对是以是鹰派去解读的 那第三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联准会他季度给出的一个经济预测 那其实他大幅下调了 今明两年的一个GDP增速到1.7 那他除了这个明显的下修以外 他其实是低于了他的长期平均增速 因为美国现在他的一个平均的增速 就是以联准会的那个长期目标来看的话是1.8 那他其实是低于这样的状况 那配合说可能说像他今年的PC的物价 上调到了5.2% 那失业率甚至整个三年都是上调的 然后还有利率点证图他呈现出一个 今年中位数是3.4 明年中位数是3.8 后年是3.4 那长期是2.5 那有个进一步的一个倒挂的现象 那这代表说联准会认为说 现在的一个加速升息 还有这个通膨没有如预期的一个回落 将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经济的一个前景 大幅下修到一个长期平均之下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就表示说 他可能在一个短期的快速升息去控制通膨之后 未来有可能是需要转向去救经济的一个看法 那这也是市场在会议之后 就是行情反映说经济前景下修的一个主要逻辑 你可以看到就是股市下跌 那美元跟美赛值率是快速上行之后回落 那黄金是转强的一个现象 好 谢谢若然帮我们update 在还没进到用户的问题之前 我自己有一问题想要先问主任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主任您觉得6月升息3码 全年升息13码够了吗 从历史来看 这样子升息的速度 是不是就能有效的拟凭 就是失控的通膨呢 美国现在的通膨已经高到8%以上 就算你今年升息升到 年底升到3点多 其实跟你的物价上涨率还是差很多 对不对 所以你存钱本身还是亏钱的 所以一般来说你的利率要超过物价上涨率 你才叫实质利率 对不对 像你现在实质利率是负的 但对于大家来说 存钱的不想存钱 借钱的还想要借钱 当然升息的幅度是不够的 所以大家每次都在3.5 3.6上面纠结 2.5 2.5 3.5跟8%根本就差很远 所以我上次在我们的年度论坛里面 也特别提到了 40度跟39度8都是高烧 只要超过37度都叫高烧 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要纠结什么40度39度8 哪一个比较不烧 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升息 不管今年升到2.5 3.5 其实都赶不上通膨 它其实比较在意的是 明年的通膨它会降下来 所以你看到它的PCE它的预测 那今年可能是4点多5点多 那明年可能降到3% 所以现在我们往上调 明年物价往下掉 两个可能会在2.5或3.5这边会合 所以所谓的够不够 我不可能够的 因为它美国物价上涨率现在这么高 第一个期待的是通膨往下压 第二个是我们利率往上加 这两个碰在一起才有意义 那我们上次在论坛里面也提到了 美国那个8%的物价上涨率 完全都怪联准会吗 联准会这次他的会议的声明里面 第一段就讲出了 现在我们的通膨来自于三个因素 对不对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俄乌造成的原物料价格的大涨 然后再来是因为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混乱 疫情的供应链混乱 暗指的就是中国 中国封锁造成供应链的混乱 所以一是疫情 二是原物料价格大涨 第三个才是国内民众需求的增加 联准会的升息只能抑制需求的增加 对于那种进口物价 它根本没有办法 你升息了中国就不封锁 你升息了欧美的 那个俄国的原物料价格就不涨吗 不可能吗 所以你只能治某一边的病 你只能治自己的需求 让你自己的需求大概是多少 我们上次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美国如果现在把贸易战的关税降下来 两个百分点 假如俄乌的物价上涨率 俄乌造成的原物料价格上涨 也是两个百分点 所以这一次有人问鲍威尔 就问了这个问题 那个原物料价格上涨 占几个百分点 它其实不太好搭得出来 各位可以去N平方的资料库 去搜一下吗 你去看看美国CPI的指数里面 跟油有关系的占多少 你就知道这次的油价上涨 对美国影响是几个百分点 这种很好算吗 只是他那时候可能被临时问 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鲍威尔本来是念法律的 他可不是我们这种 念经济念什么的背景的出身 所以他一直就答不出来 他就航护及时代过 其实我们N平方这么专业 我们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所以美国给人家科关税 两个百分点 因为原物料价格大涨 带动相关的 比如说住 吃 两个百分点 再加上美国自己的需求 因为股市涨 因为房市涨 两个百分点 还有两个百分点 那是基本盘 你不能低过那个百分之二 那就等于体温降到37度 那是不正常 所以美国现在要三管齐下 一要降关税 二要把原物料价格给压下来 比如说美国增产报国 叫沙务地也去多增产一点 第三个才是联准会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联准会升息升到2点多 3点多也就够了 因为它的物价上涨 只有2点多是跟它有关系的 你就各自认领自己的一个范围 那接下来 可能各位还要关注的是 美国会不会降中国的关税 还有美国会不会增产报国 增加石油的供给 让油价往下压 这些才是后续关注的焦点 如果就你刚才刚问这个问题的话 联准会升息2点多 就整个的通膨来看 它是不够的 但就他应该自己认的 这个额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 谢谢主任帮我们 开辟下一题要讨论 同时我也想要问Ryan 就是说 刚刚其实主任有提到 鲍威尔自己也讲 就是通膨 其实他有很多外生变数在牵引的 刚刚提到的俄乌战争 中国的政策其实都是 Ryan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听完整个记者会了 然后也听 也看完整个声明稿细节了 那联准会心中的通膨 有没有一些数字来代表 就是牵引着他的 那包围 那记者还有透露什么吗 好 那其实刚刚就是补充一下 那个孙主任这边讲的部分 就其实在美国通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现在油价的一个年增率 是大概60%左右 那他在CPI权重 可能就是8到10% 所以其实真的很大一部分 都是来自于一个能源的一个贡献 所以我觉得Roger 这个外生变数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好 我觉得可以顺便 真的帮联准会频繁一下 就其实今年真的是 有很多的一个外生变数 如果你有今年都一直在看 联准会的一个声明稿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三月会议的时候 他把恶务冲突加进来 然后五月的时候 再把中国清零政策这个论述再加进来 那两个外生变数 就是分别影响全球原物料价格 那另一个则是影响 全球供应店的一个盛产 那都是能够大幅推升 通膨的一个外生变数 所以其实联准会 他在通膨这件事情上 他其实是有受到这些外生变数影响的 他真的只能控制需求团 他不能够去多做其他的一个事情 因为供给端不归他管 那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他就是只能去影响说市场流动性 然后经济的需求端 那抑制需求去控制通膨这件事情 要完全不影响经济活动 又不太可能 所以其实鲍威尔在三月之后的一个公开发言 其实就有不断提到说 联准会没办法去影响供给端 那这次的记者会更是直接说出 联准会没有办法影响能源 还有食物价格 那只有核心的通膨 是联准会有办法去抑制去控制的 那这种就是强烈的暗示说 拜登政府可能需要去采取行动的一个意思 那另外我补充一下 就是鲍威尔这次解释说 升旗三马还有一些 违缘们观察通膨的一个重点 就是除了大家耳熟能想那些 CPI或PCE的一个物价年增 能不能够逐月的一个下降以外 那鲍威尔有特别强调说 这次决定升旗三马是因为 中期的一个通膨预期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 那他有直接举例 就是上礼拜五公布的一个 密大的一个未来的5年的预期通膨率 那6月的时候是 摆脱了之前一直在3%区间震荡的一个状况 那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到了3.3% 那这也是联准会最不能忽视的一个状况 因为如果说通膨预期被锚定在一个 很高的一个位置 就会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通膨的一个自我实现 那推动通膨进一步的上升的一个机会 那可能说像大家最近很常听到的一个 薪资通膨螺旋 就是物价上升薪资上升 那企业反应成本 那物价又上升 那最后就可能会造成一个 高通膨更生蒂固的一个现象 好我相信在Ryan跟苏珍两位讲完 就是对联准会通膨的看法之后 你知道其实简单来讲 这一次通膨错不是全部在联准会什么 反应太慢或什么 因为他真的在今年开始以来 有太多的外生变数加入 那联准会能做的 他就是控制核心通膨 那就是用货币政策 那接下来就要看拜登处造了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政策的指向 可以去降低这个通膨 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经济的问题 想要问孙主任 刚刚其实Ryan在update的时候就有讲到 他说联准会现在对于GDP的增速是1.7% 金明两年的GDP增速 那低于长期平均的增速了 所以长期平均增速是1.8% 那在我们录podcast的前一天 有很多的经济数据都在公布 包含了新屋开工 营件许可 出领失业救济 费城制造业 这些看起来这些数据都没有之前来的好 那我想问主任 就是联准会现在这么做 那经济已经开始变烂了 您觉得经济什么时候才会回到联准会的眼球 然后通膨就让他停止升息这些工作 联准会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 其实跟网月也是一样 他这次还是说美国的第一季表现并不好 但第二季有些数据就没有那么差 就业的市场还是保持比较稳定 所以他还是有一些肯定局在里面 第二个我们所谓的长期平均 本来就会有高有低 那我们在前两年联准会在2020年的时候 出过一份报告 那份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了 人类过去这50年的大型疫情 包含1960年的香港大流感 或者后来的SARS 什么伊波拉病毒这一堆 每一次任何一个大型的流行病之后 那个被感染的国家 经济都是连续呈现3到5年的下滑 所以疫情的第一年是报复性反弹 后面是呈现连续的下滑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规律 所以就不能照平常那种正常的 它平均应该是多少 只要低于的话 就会有个力量把它拉回来 或者高的话有个力量把它压下去 它不是走这个正常的规律 所以原本联准会在疫情期间 出了这份报告就暗示了 疫情之后就是去年的第一年 2021年是最高峰 接下来要连续走3到4年的下坡 现在只是刚好符合这样一个规律 为什么呢 联准会提出了它的解释跟理由 疫情期间为了要救经济 所以大家都在印钞票 不管财政司机货币政策 全部都在宽松又加码 但是等到疫情结束以后 宽松跟加码就要退场 也就是像一个病人一样 他本来疾病 你把它推到急诊室里面 强心针 叶克膜 什么都给他打上去 他的生命迹象当然稳定 心跳的也快 血液也正常 但是只要你把那些急救的东西 看他情况好了 你把它拿掉以后 他那些生命的症状 就会呈现一个不稳定的情况 要慢慢的推到恢复室 去休息去疗养 对不对 所以你从一个病人 美国现在当然也是大病一场 他大病完了以后 你说他的经济马上就要回到 原来正常的一个水准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联准会的预期 其实也要配合这次疫情之后 一个特殊的恢复的一个情况 就不能说 他现在只要一掉下来 联准会马上就要再把叶克膜 跟我们刚刚讲的 马上就再打下去 永远打个没完 对不对 感觉这个病人又不能靠 自己的力量去恢复 所以联准会这一次在提的时候 你会发现 之前在去年 他把经济成长率放在第一位 物价放在第二位 因为当时物价没有涨很高 最近他是把经济成长率 看起来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看起来美国生命迹象 还算稳定 所以这个时候先去就通膨 所以他的先后顺序 在去年跟今年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经济成长率 当然他会关注 我们也不觉得说 联准会的升息跟说表 就完全会照这个剧本走 我们那天在论坛也讲过 你只要看到什么时候是止跌讯号 只要联准会现在发现经济不对 会发生什么金融危机 只要一有这种症状出现 联准会话锋一转 又会开始印钞票 你看2020年的3月不就是这样吗 那个时候美股四次熔断的时候 联准会二话不说 印钞机就是全开 然后再来就是美国财政司机 全部都开始撒钞票 所以那个时候股市本来 那3月的前面几个礼拜是大跌 后来就连续大涨了一两年 美国联准会当然也会看最近的经济情况 如果你是这种缓跌 恢复正在恢复 然后你的生命迹象稍微弱一点 他不会在意 万一要是发生 这个病人突然就逼逼叫了 然后警示器开始通知医生护士 赶快来给他抢救急救 那些刚刚讲的急救措施 又会再挂回来 一挂回来 整个金融市场就会来个大反弹 所以我不觉得说连准会那个剧本 每次写的都会照样剧本演 他一定有个plan B 他一定有个备案 这个备案就是经济要是真的垮 连准会还是会把印钞机打开的 好 其实主任帮我点到我下一个问题 其实这问题本来是用户问题 我把它提前上来问好了 就是说刚刚听完主任讲 我们用户问题是问 我们在这一次的 我们讲回档好了 他会不会像2020一样 再有一个急拉的可能 或者是这一次比较可能的路径 它是慢慢慢慢的跌 跌到某一个 大家觉得已经balance了 通膨也balance了 经济也没有衰退来 它才会慢慢再还涨 所以你觉得比较有可能 这两个路径择一是哪一个呢 历史不会重复 只是会押韵 你每一次都要照过去的那种规律 你会发现 美国在1930年代 那次经济大萧条 美股我记得是跌了7成 然后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才慢慢的爬回来 然后第二次是在 虚油危机的时候 美股大概跌了一半 然后你也花了十几年 再慢慢爬回来 但是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因为我那时候做过 这样一个比较 在2020年3月 美股只跌了三成就爬回来 你会发现 什么叫做押韵 它会反弹回来 但是以前都要跌个7成再回来 跌个5成再回来 现在跌个三成 大家就受不了了 要赶快担他回来 所以现在发现 因为1930年 1970年 当时的资讯没有那么发达 那政府的决策 可能也稍微慢一点 现在政府决策很快 你今天只要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金融情势一有变化 美国联署会马上就知道了 甚至我们昨天央行也开会说 我们央行如果万一有什么状态 可以开临时底监视会议 所以美国也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现在的所谓的急拉 当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必须要美国发生什么金融风险 比如说什么金融资产泡沫化了 爆掉了 美股急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 比如说就业市场突然爆发了一个大型的危机 所以就业失业率一下暴增 所以你看到失业率暴增或股市暴跌 当然那个暴跌不是说现在那种 一天个什么300500点 因为美股现在的指数很高 300500点也就是2%3% 2%3%没有 谈不上什么急跌 2020年3月 一天来个10% 那个才叫急跌 所以当你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才有急拉的可能 当然我知道 大家现在心里都比较焦急 因为过去这两年 大家觉得投资无往不利 你投资什么行都很顺 但今年看起来就是 你投什么感觉起来都是 比较怕 比较担心 不管什么护身符 金钟罩 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大家推荐什么 也都有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最近会比较紧张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我也许我的年纪比各位年长一点 我看过很多次的股市的高低起伏 你发现了在股市投资 其实最重要反而是耐心 大家会觉得奇怪 不是房地产才要耐心 给他放个房子放久一点 不是 股市也要有耐心 股市急跌或急涨 每一次在里面赚到钱的人都不多 但是你会发现 股市里面赚到钱的人都是长期投资 不断的加码 摊平 这种人才会在股市里面活得久 而且赚得多 如果你只是期待说 上一次2009年那一波 我没赶到 2020年我没赶到 孙导师可以告诉我 下一波来个三个月那种大行情 我就赚一辈子赚翻身了 大概不要期待这些事情 因为从股市的角度 急涨急跌 每次能够掌握的人都不多 但是赔的人倒是很多 但是股市经过几次涨跌 如果你还能够在里面持续长期持有 掌握一些好的标的 我觉得那个才是常胜君 所以我倒不赞成说 大家这个时候一直在找最低点 或者找攀平的点 或者找吉拉的点 我觉得都不赞成 最近第三季 我在上次的论坛里面特别提到 第三季是三级警戒 三级警戒 第一个是疫情后期 第二个是战争中期 第三个是升息初期 这三件事随时有可能 都会让股市再度的往下挫 所以这个时候 宁可持盈保态 保全自己的资金或者是安全 而不要那么贸然的去抄底 这个时候抄底 除非你是拿小钱 最好的抄底就是晚上去买彩券 那种也叫抄底 抄一次你大概就一辈子都不用工作 但是万一要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 其实那是非常危险的 好 市场人的心态和想法 美元跟10年美代殖利率 在录音的这一天的数据 美元是104 美元指数 然后10Y的美代殖利率是3.2 3.19% 市场回应FOMC会议的公布的当天 也是一波的涨幅作为回应 不过录音的前一晚 大家也看到了实际的样貌 然而你觉得市场开始接纳 所谓的通膨预期了吗 那如果没有我们长线经济应该要看什么样的数据呢 好 那刚刚Roger问说 就是到底市场有没有接纳通膨预期 那我觉得其实市场给你的答案也蛮明显的 它其实就跟五月会议一样 就是当天一个反弹之后 那就直接全数的一个奉还 那目前其实在六月会议之后 就是联准会就是 它其实再次的把这个经济下修到长期平均是下 那同时它是大幅的上修年内通膨 还有一些今年的一个政策利率 那让通膨还有利率 已经经济前提下修的这个市场预期 在目前都还在持续的反映 那什么时候市场能够将这些预期 去成功收容 我觉得套一句联准会的话 就是要看到通膨出现一个 令人幸福的一个下降 那关于这部分 我自己会用一些几个指标去做一个观察 那其实我们在前几次的一个Podcast也有提到 就是很像Beverage曲线 就是Waller在联准会的理事会成员 Waller在5月30号的时候有出来讲过 他可能提了一些规则 可能像萨姆规则或是失业率4.4%的一些 这种就是发指的一个方式 那这边我今天讲的一些指标 是我自己就是可能在短线上会 比较看的一些经济数据 那第一个就是通膨数据 我觉得应该要看到他 月增要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 或是他可能要连续的三期的一个 年征的放缓 那简单理解就是说 你至少要观察到 一季左右的一个通膨状况 都是下滑的 才是有发展成这个通膨受到控制的一个 可能性的一个预期 而且这只是最初前 就是至少要这样子 那或是可能如果大家很想象一下去年 去年其实6月到9月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所以那时候联准会 才没有这么快速改变 他一直到11月的中下旬 才开始改变他的政策立场 那其实你就是 首先你就要看到这样的现象 才有可能会是一个通膨的 一个初步的一个质问的一个现象 那第二的话是就业市场相关的数据 那就是包括就是 就业市场动能有关的 可能初次的一个 申请事业救经济的人数 那非农的月增 那劳动参与的人口 以及失业率上升的一个状况 那你要确定说 这次联准会他的货币政策的紧缩 就是他刚才 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 被弗里取线的一个调整 能不能够去成功的一个 降低企业招并的需求 然后但是又不 不会大幅的影响一个 临重的一个失业率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薪资能不能够被成功的控制在一个 稳定成长的一个范围 因为疫情之后 其实美国劳动市场是供需非常的失衡 那推动薪资快速增长 它其实是一方面会造成说 商品需求的一个通膨问题 那另一方面也是造成 企业成本的一个增加 那这也是现在就是 普遍就是美国企业成本控管的一个困境 因为他碰到 原物料成本就已经暴涨了 然后我招聘的一个成本 也是拉高 所以是一个算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要确认说 接下一季的这个劳动力成本的一个年正率 能不能够放缓 那这样美国才能够恢复一个通膨可以控制 那就业有支撑 那企业活力稳定的一个状况 那长线投资的一个时间点 可能才会比较浮现 好 谢谢Ryan 简单来讲就是 这两个数据短期大家可以来观察 当然短期也是希望可以放到一季 第一个就是通膨到底有没有放缓 第二个就是就业市场 到底会不会有影响 那刚刚讲到的贝福的曲线 其实在M方的关键图表 我们把它放在资讯栏下方 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连结 然后去了解我们这个 什么叫贝福的曲线 其实在Parker已经讲过蛮多次了 好 接下来我要问主任是用户的问题了 用户在总经管原本想问 但是最后没有被回答的 他就也是想问跟联准会相关 然后应该是说联准会怎么看待流动性 联准会现在的缩表 就是从美债跟MBS开始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流动性的所在 他想问现在美国短期的资金 我们就讲短期流动性好了 有没有办法承接长期的紧缩呢 主任现在对于目前的流动性是否有疑虑呢 我觉得他问的题目还蛮专业的 把那个很像经济学老师 把一段的专有名字给套在一起 美国要收这个资金 短期跟长期 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前 他整个的资产规模14.5兆 然后现在是9兆 他等于是足足多的一倍 当然这样子的流动性泛滥到全世界 然后美国自己的股市也不断的在创新高 那接下来呢 美国现在已经发现了疫情之后 他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的流动性 因为他把股市推到三万多点 或者是他的债市 然后其他的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暴涨 所以现在开始把一部分的资金开始收回来 这一部分有分短期或长期吗 也许你在他的购债计划里面是有看到 他有一些是短债 有一些是长债 在上一次缩表的时候 因为他手上都是长期的债券 他要等他到期 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短债可以去指引 所以这一次他手上长短期工具他都有 短期的公债也有 长期的公债也有 然后他每个月要凑金额950亿 有一些他是让你自动到期 所以我们那天也特别提到了 有一些让你自动到期 因为自动到期并不需要从市场上抛售债券 把资金吸回来 但是如果是MBS 他就是直接抛售MBS 把市场上的资金给吸回来 所以你要就长期跟短期来看的话 长期这边的指引的策略 是让他自动到期 跟财政部的账户上自动抵消 但短期他有短期的做法 他MBS其实 他其实是把市场上的资金给收回来 所以这次他长短期都有 所以他您刚刚的问的问题是说 短期的流动性 会不会跟长期的购债计划有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长短期 长的短的他都要收 所以美国的公债市场 你会发现整个的也都开始 直律率是开始往上扬的 所以美国接下来的动作 当然从前面三个月 可能他动作稍微小一点 一个月400多亿 接下来就一个月快要1000亿了 所以我们才说第三季开始 才真的是美国收缩资金的 开始等于是暴风圈 慢慢的已经接近到暴风圈了 前面只是外围环流而已 暴风圈才正要来临 所以这个时候在投资的时候 你要知道 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 不是把锅盖掀开来 扇扇风把水降温 是把下面的瓦斯都把你关掉 现在瓦斯每个月都给你小一格 小一格小一格 你的水是不会滚的 所以美国现在掀锅盖 不如关瓦斯 现在美国是把瓦斯给你关掉 所以没有什么长短期的问题 美国是全部都把你收回来 好 谢谢主任的分享 好 我们还有一个用户 我现在接下来要问很多用户的问题 他有听到主任在论坛里面讲中国 他说听不过瘾 讲主办当时时间给太少了 主任讲中国太少了 我想要听更多 他的具体的问题是这样 他说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了 反过来他也想了解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究竟落地了吗 你觉得中国何时会有经济反转的契机呢 以短期来看他所谓的底是因为他封锁 他如果没有这个封锁的话 他其实照说经济成长率 不应该在第二季出现这么大的落差 主要是因为他的封锁 经济常常有时候是政治问题 是因为你政治上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那个时候他要清零 为什么要清零呢 因为前两年他都是模范生 他也对内自动标榜说 因为美国疫情控制很差 死了100万人 所以我们中国的疫情控制最好 所以今年3 4月的时候 先是西安 刚开始过年的时候是西安 接下来是广东 深圳 东莞 然后这几个地方都被他成功扑灭了当时的疫情 所以他就如法炮制 把这一招强力封锁的措施搬到了上海 没有想到这次踢到了大铁板 之前的西安你封锁 西安的民众其实外界也对他也不熟 他也不是什么全世界重要供应链 东莞跟深圳 因为他很快他就解决了 所以因为他那个封锁很强力 大概两三个礼拜也就解决 因为当时他们是一有感染就赶快封锁 所以那个时候封锁的措施没有那么严格 然后没有想到上海就不是了 上海本来的疫情就很严重 再加上你这个封锁 基本上滴水不漏 把人全部都关在家里 你把西安的人关在家里 你把深圳人关在家里 可能他反应不会那么大 中国上海就不行 上海旁边还包含了苏州昆山 全部都是台厂重要的供应链 所以你看到4月份 台湾那几个代工厂的供应链 公布的营收业绩都是掉10%20% 才刚开始你封锁一个月就掉10%20% 你再封锁两个月看看 随着他很多供应链 很多小厂商不知倒地 你到时候又会变成 我们讲的长短料这个问题 就算你有一些东西恢复供应了 但你整台电脑里面 还是有很多东西 一旦封锁它是回不来的 所以中国大陆才发现这个严重性 而且他们看到 4月份的经济数据掉了这么多 第一个是消费掉了11% 第二个是进口零成长 这两个当然也冲击到台湾相关的产业 像石化机械这些产业 但对他们本地的影响是更大的 所以这个才是他人为造底 所以他的底不是真正的规律的底 而是他人为造的 接下来他赶快就解除封锁 到了6月开始解封 但是6月解封 也不可能马上就全部都恢复正常 但你机器关掉了 你要重开 总得让他暖一下机 开一下机 所以接下来的第三季 可能才是中国大陆冲刺的一个阶段 当然中国大陆跟别的国家又不太一样 他的官方主导力量非常的强 他们现在国务院已经下令了 要把过去这失去的两个月给补回来 所以接下来他们必须要全力加速赶工 所以中国大陆短期这个底是人为的 接下来这个底开始反弹 这个V型反弹也是人造的 希望能够在20大之前 能够赶快把经济数据给弄好看一点 让20大顺利成功召开 所以短期的底我觉得倒不是太大的问题 长期的问题可能要等到这一次20大之后 开完以后 因为他们还是有打防的问题 还是有疫情后续的问题 甚至俄乌战争造成原物料价格上涨的问题 我觉得他会先把这些问题先掩盖住 20大以后再来慢慢想办法去彻底解决 好谢谢主任 刚刚上这个主题的 我们请Ryan跟主任来讲一下联准会 然后后面一题偷偷问了一题中国 下一个主题 我们再聊聊更多用户想知道不同面向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论坛的遗珠要来好好问孙主任 我们下一个主题见 好马上进到我们第二个主题 上个礼拜六 Mb方结束了全球总经营询论坛 孙主任是我们重要的讲者 有一些用户有一些有趣的回馈 刚刚上面已经讲了一个 我再讲一下一些用户的回馈 第一个就是当然讲说 他遵称主任叫孙大 主任要习惯这个名词 因为很多在我们 我们现在在讲总经营 很多会讲什么大 可能未来有些人在路上看到你 会叫你孙大 不会叫你孙主任 他就说对孙大的冷笑话印象最深刻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 我不太确定他的名字怎么念 比较难讲 这什么红音 他的后面 他的名叫红音 他说最后问答对于未来电能的发展 很惊讶 总经营专家能由我们炼制厂 电厂对于能源工程等精辟深入研究 还以为也是资深理工专家 OK 好 所以代表很多用户对孙主任来讲 就是孙主任好像问不到 好像什么面向都可以回答 所以接下来我们好好地把遗租来问一下主任 利用这个Podcast的事件 好 首先第一个用户他也是您的读者 他想要问跟孙主任经济笔记相关的问题 那经济笔记里面有提到 就是如果股债同步 无论双涨或双跌背后的可能原因有两个 那主任应该最了解 那我就直接问他的问题 他说第一个问题是 他自己想要了解的名词解释 他说双涨或双跌指的是股价 跟公债殖利率吗 还是公债价格呢 那这个对象是两年期还是十年期 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22年年初到现在 那十年期公债值率一直走升 但股市却一直下跌 到底股债已经平衡了 还是准备面临反转股债双跌的暗黑走势呢 主任 好 第一个问题指的其实是股价跟公债的价格 公债的价格如果跌的话 就殖利率上升 所以因为公债它本身它的利息是固定的 所以公债的报酬率要上升 就跟你买个房子一样 我在那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 假如你本来有一间房子 你买的时候是100万 然后你一个一年租人家10万块的租金 所以你的报酬率是10% 结果过了几天你急于脱手 你就把这100万的房子卖给人家 卖了50万 然后连租约也一起搬过去了 所以新的买你这间房子的人 他买价是50万 但是他的租金还是10万块 所以他的报酬率就不是你当初的10% 他的报酬率就翻了一倍 变成20% 因为他是50万的本 10万块的房租 你从公债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 公债当初的利息 票面利息本来就是固定的 所以他的报酬率会高或低 其实跟他的价值价格是有关系的 所以当股价还有公债的价格同步往下往上 这个才是我讲的股债一起涨或一起跌 就是同步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是常常发生 如果经济要下滑 而没有别的因素 资金依然很正常 资金面很正常 现在是经济表现不好 这个时候你股票不太容易赚到钱 因为经济不好 这些公司获利表现不佳 能够发的鼓励很有限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往避险的方向去跑 另外一个 当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通常我们的央行也会降息 降息它对于公债市场来说是一件好消息 因为大家来比利息 你的利息现在定存利息不高 我买公债的利息还不错 我的钱就往这个地方跑 所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通常是股跌在涨 经济很好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可能考虑你会升息 所以这个时候公债就不是那么受期 因为它的利息就固定 但是股票它股利会发多一点 所以钱就往股票这个地方跑 这是平常在讲的悄悄板 但是什么时候不是悄悄板 因为有一些股票像科技类股 科技类股有时候讲的都是经济前景 对不对 讲的是经济前景 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后它可能也是负债比例比较高的 这样子的股票 在我们这两年你就会发现 像纳斯达克指数 还有很多科技类股的指数 它常跟公债的价格是同步涨跌 所以你会发现传产这种股票 有时候跟债券它可能走反方向 但是科技类它可能就走的是同方向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所谓的股债 它指的是不是指的殖利率 而指的是债券的价值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是十年期两年期呢 通常大家都用十年期公债来看 会比较准一点 你看这两天 美国一讲到升息 那十年期公债又开始 开始殖利率往下掉 又是倒挂 倒挂的意思就是 大家卖短买长 因为大家觉得说未来经济前景 可能长期看起来不太好 所以资金一直往更长期的债 通常十年期公债是它的毛 就是船要靠岸了 就要抛一个毛下去 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30年 美国的那些房贷利率什么的 很多都是拿十年期公债来当成一个毛 拿它来当成一个定价的基准 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股债的时候 通常债券的殖利率 讲的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讲到这边我再补充一点 各位如果最近要看到台币的走势 人民币的走势 日元的走势 你会发现最好的分析方式 各位去拿M平方的图来画一画看看 你拿美国跟台湾的十年债利差 美国跟日本的十年债利差 美国跟中国的十年债利差 你拿着三个利差 去跟人民币走势 日元走势 台币走势 你画在一起看看 最近这半年是高度相关 只要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十年债跟我们台湾十年债利差 一直往上升 我们新台币就是一直变 所以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 所以我们的十年公债 或者什么的 也是讲股债双刹 因为各位可能被股票投资很有兴趣 其实最近的新台币汇率 日元汇率也是跟大家关注的重点 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我在讲的都是亚洲 台 中日 这三个地方 为什么不讲欧洲 欧洲的十年债 你要去注意的反而是 德国跟意大利的公债利差 这两个公债利差 是欧元走弱或走强的趋势 反而不是美国对德国 或美国对意大利 反而是欧洲 他们自己内顾 德国跟意大利的公债利差 就可以算得出来 所以十年债的利差 其实它的用处成很多 平常我们来判断利率倒挂 我看N平方 很多Podcast的 或者我们的主持人 他们有很多也讲过 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另外我今天给大家补充 最近你看到 美台 美日 美中 这三个十年债利差 其实就牵扯了 它汇率的一个走势 当美国的公债一直跌 它的报酬率相对于 日本的公债 报酬率更高 它就把资金吸过去了 然后它相对于台湾 相对于中国大陆 它的利差扩大了 所以资金慢慢向美国去移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最近看到 为什么亚洲这几个 重要市场的汇率 一直下跌一个重要的因素 好 谢谢主任 主任要帮我们回答第二题 他是问说 最近的十年公债殖率一直走深 股市一直下跌 那股债已经平 到底是股债平衡了吗 还是准备面临反转股债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问题 他把公债殖利率上升 变成 他误以为公债在涨价 不是 这个就是很多人 公债殖利率上升 是公债在跌价 最近是股债双砂好吗 是股市表现也不好 债券市场也不好 只是他每次用那个词叫 债券殖利率上升 让你听起来好像债券在涨 不是 它是债券在跌价 所以最近还是股债双砂 倒不是大家想 好像是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不是 两个都是坏消息 因为整个资金都被抽走了 你看台湾也是一样 因为你刚刚一直没有问到台湾的问题 我想观众可能更希望听到的是 台湾这次升息升了半码 我那天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也觉得台湾的动作倒也不大 美国升三码 我们才升半码 其实我在之前 虽然我现在不能受访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记者会偷偷问我一些 私下的一些看法 我有跟他说 我觉得这次升半码的机会比较大 你升一码 现在台湾的内需因为有疫情 表现得变不好 结果没有想到 晚上的时候 记者问我一个问题 说主任 为什么我们的央行还有一个政策 叫调高存款准备率 我说这个才是重点 为什么你不讲 你去讲那个升息半码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因为现在的记者都非常的年轻 上次的央行调升存款准备率 听说也十几年以前 他从来没有看过动作的工具 所以每个记者都在写半码半码 看起来好像央行没做什么动作 错了 调高存款准备率 才是最大的动作 你看中国他从来不太用什么调高利率 降低利率这种动作 他每次都动存款准备率 这才是我刚刚说的 最重要的 不是把盖子揭开 扇扇丰 把你的炉关小 釜底抽薪 这招才最重要 你想想看 本来银行 他收到100块 他可以把90块给借出去 他可以拿去赚利息 现在我们的央行规定他说 你不能把90块借出去 你现在只能借88块出去 本来你留的是10块 你现在留12块 但是银行想赚的钱还是一样多 对不对 本来他是拿90块的赚的利息 利差 现在他只能用88块去赚同样的利息钱 你想也知道 央行一定会调高利率 所以我们的中央银行 虽然表面上他没有调高他的 我们的重贴线率 但是其实他把准备已经调高了 意思是逼银行用88块的本钱 去赚原来90块要赚到的钱 那还不是升息 而且这个升息的幅度才最大 因为他把钱就留在银行 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招 或以前巴西常用这招 这招还是真正的重点 所以我们最近在关注 美国联准会三码 我们台湾才半码 每次都讲那个 讲的天大地 但我想说 你应该去注意一下 存款准备率 如果调高一个百分点 对于整个资金市场 对于那些民营银行来说 他要怎么去因应 往这个方向分析 你才发现 我们台湾央行这次动作 做的动作一点都不小 甚至比上次那个一码还要大 只是因为现在可能 大家对于存款准备率 到底在干什么 他的观念并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刚刚那个债券殖利率 存款准备率 我觉得大家要多看一下 N平方我们平常提供的一些资讯 那些快报 他里面都会讲很多 当你看完了以后 你才知道 原来我们平常 常听到耳熟能详这些工具 他其实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像这一次我们的央行 他存款准备率调高一码 他下次如果再给你调高一码 你整个资金都被冻结在银行 根本就出不去 我现在没有明目上告诉你 我要调高利率 但是我间接的影响 整个市场的利率 我觉得这个间接的影响 比直接你升一码还要大 只是我们台湾的媒体 基本上都不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会建议大家 N平方是一个专业的平台 他提供你很多资讯 会比你看报纸那种片面的 或者是因为记者本身 他的局限性 要了解的会更多元 更丰富一点 所以N平方这种 才有他的专业价值 好 谢谢主任 帮我们做这么好的收尾 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一下 就是台湾的央行的 这个里面是的快报 我们也在录音的当下 6月17号早上我们也发布了 同步也跟主任的看法 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我们要请听众朋友 一起来关注的是存款准备率 存款准备金率 好 接下来我还是回到这个主题 来问一下Ryan好了 都已经讲到了美国公债 美债殖利率在6月15号 也就是前几天 其实他也发生了倒挂 主要就是在讲10-2Y Ryan你是怎么看 大家都公认 他是一个衰退讯号的 倒挂事件 因为刚才其实孙主任 这边已经讲得太完整了 所以我补充一些 比较特别的一个观点好了 就是我们如果说 从一些量化回撤的 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像10-2 就原理我们都知道 10-2如果倒挂的话 可能说企业他在短段 融资的成本会提高 银行他放贷的意愿也会降低 所以他会有一个 就是有点像类似自我实现 或是慢慢的侵蚀经济的 一个动能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如果说 倒挂3-6个月的话 然后最后的时候 就在我们回撤里面 假如说他倒挂了 可能6个月 然后最后从翻覆的状况 直接拉回来 就是突破临走的时候 通常是我们量化 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较偏空看的一个现象 其实那也就是表示 衰退的发生 衰退发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想象 可能像连准亏 他这边会怎么动作 如果真的衰退发生了 那他没笔就会从他的 现在这个很紧缩的货币政策 那可能会做一个 转向的一个动作 所以其实在量化回撤的一个 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看法 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倒挂 他真的要影响到衰退 他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他不会 像可能现在还没有长期倒挂 所以其实对于经济 实体经济的影响 并不是到超级大 但是假如说他倒挂 超过一个3个月 然后甚至到6个月的时候 那他对实体经济 就真的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其实大家可以简单想象 就可能说你是一些中小企业在借钱 那你现在这个融资环境 就想说只倒挂个一两天好了 其实你的融资环境 并不会改变太多 医码改变 对并不会离客 那你可能到下次转约的时候 如果他还是倒挂 就是你可能一年的一个借贷约 那可能下次借新还旧的时候 那还是倒挂 那你可能就会有融资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发酵的 那大家就是关注说 会不会有这个一段时间的维持 然后最后会不会有一个 往上突破很快速的就是可能出现衰退的一个现象 我记得我们好像在五月月报的时候 有讲到就是说 除了看实检2Y之外 我们当时也会去看实检三个月 对 对那现在实检三个月是不是还有一段 其实实检三个月的话 它是比就是 我觉得跟实检2比 它是一个更敏感的 那它其实也是主要在反映说 市场觉得联准会接下来会怎么动作 因为你三个月就更接近 就更短期 对接近更短期 所以其实他就是在一个预测说 诶 市场预测 到底会不会经济衰退 连准会不会转向的一个动作 那等到实检三也反映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更接近的时候 但是如果实检三要反映 我觉得你会看到 实检二先维持一段时间 OK 好 那这样逻辑推演还蛮合理的 重点就是说实检2Y 基本上它不是说立马翻覆 就会立马影响到经济 但是它翻覆确实是一个迹象 但是Ryan的建议就是 至少要看到有一个一阵子的 比如说三到六个月翻覆 经济状况才会出现明显的问题 那我们在讲的实检三案的话 它可以当作一个开端 如果今天实检三案 不是开端 它可以当作一个验证 如果今天实检三案 可能都出现到外问题的话 代表了实检2Y 可能都已经翻覆了一阵子了 OK 好 那接下来我要再回来 问用户问题了 主任 就是有一个用户问 用户问题很多面向 可能就会有点跳蹄这样子 用户问说日元最近的贬值 他担心会不会像以前一样 引发亚洲货币禁贬 类似1997年的金融风暴 主任你觉得 我觉得1997年跟现在时空背景 是不太一样 1997年发生为 今天东南亚国家 他们有一个特性 都是当时外债比例高 产业基础比较没有那么雄厚 为什么这两件事情很重要 你的外债比例高 当美元升值 你的本国货币一贬值 你要还的外债利息 就会变很多 你根本就还不出来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本国经济实力不好 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 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的 像我们台湾的半导体 整天在那边收美金的 像1970年代 日本那个汽车 整天在收美金的 你光是有这两个印钞机 把美金一直吸进来 你要贬值 我看也很难 所以1997年 你会发现东南亚国家 比较会出问题 东亚的国家像中国大陆 像台湾 当时没有出这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是 你的产业实力比较好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外债比例不高 最好你的外汇存底还存很多钱 中国大陆现在外汇存底是三兆美金 台湾也有好几千亿 所以你要那样成那样子金融危机 它的可能性就不高 所以我想说 拿这两个来相提并论的话 时空背景 还有产业的基础是不太一样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韩国有部电影叫分秒必争 那个币是货币的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当时韩国就是外债欠很多 其实韩国这个国家好像很会欠债 所以你看这个鱿鱼游戏 也是欠债 这两天我在看另外一部韩剧 叫我的蓝掉时光 前三集也是在借钱 找初恋女朋友借钱 然后分秒必争是国家在借钱 所以韩国它本身就有一个 高负债的一个国家特性 或产业特性 它比较容易在美金大幅贬值的时候 被击倒 好 再来 那竞贬这件事情 竞贬就是大家来比 贬值 对不对 我贬的比你多 我会出口占便宜 日本现在也开始在研究 他们这次贬值对经济的影响 其实不是正面的 第一个 日本的出口已经不是1970年 1980年那种如日中天的日本 现在日本的出口 不管是汽车 家电 这些东西你会做 韩国也很会做 大陆也很会做 大家都会做 你有什么占人家便宜的地方 反而是进口 日本以前就是进口石油 进口天然气一大堆 现在的能源结构 跟以前没什么不一样 因为它这两年的核能还不能用 所以这段时间原物料更贵 连日本的拉面都在涨价 进口不能增加 那进口一直金额在增加 出口反而不能增加 所以这方面占不到便宜 还有这三年的疫情 疫情造成了观光客 一年3000万 现在根本没有去几个人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买日元 所以日本的贬值 有它自己的因素 但同样的理由 有没有发生在台湾呢 台湾的印钞机 我们的那些 那几个半导体公司 每天在收人家的钞票 拼命涨价 中国呢 虽然它现在最近也遇到一些疫情的封锁 但是你看到 美国给它加关税 还会卡到自己 所以日本的产业实力 跟台湾跟大陆 它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进口的东西 我们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国营事业 帮忙我们把电价 跟天然气价给挡下来 所以它对我们的影响就没有这么大 所以这个时候要禁贬 那我们他们 日本贬值 当然对我们台湾的机械产业 对于我们跟它比较高度竞争的 这些产业会有一点影响 因为在比价上会吃亏 但是有一些东西 你就算比了价 我不跟你比价 你还是非我不可 像半导体 像中国的那些传产 那个日本也没在做 所以这个时候 禁贬没有太大意义 我觉得它不会用禁贬 这样的一个词 日本的贬值 是有它自己特殊的理由 这两天我在一个演讲上面 特别有一个 现场的观众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日本失落20年 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过去呢 我告诉他 庄子做梦 梦到自己是蝴蝶 他一直搞不清楚 到底自己是梦到了变成蝴蝶 还是蝴蝶梦到了变成庄子 日本到底当初是 日本造就了一个经济奇迹 还是经济奇迹 曾经变成了一个日本 所以日本现在只是回到 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未必是他本来就应该要这么好 你刚刚在我听我的分析里面 最近这三年 日本就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好 第一个 他的出口遇到很多挑战 你会做的 别人都会做 台湾会做的半导体 你还做不了 所以赶快把熊本弄一弄 要把台积电给拉回去 这个第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观光客 日本过去这些年 像安倍就一直鼓励观光客 所以一年3000万观光客 这三年因为疫情 都没有观光客 所以你的出口卖不好 卖观光也卖不动 当然你日本经济 要回到过去的奇迹 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刚才会用那个例子 到底是庄子 不是蝴蝶 还是蝴蝶是庄子 日本是奇迹 还是奇迹曾经一度眷顾的日本 所以日本现在的经济问题 让它的日元汇率 从110几一路扁扁下去 还有刚刚讲的美日的利差 日本摆明就是不升息 日本就是不动 宽松货币政策 所以被美国 被大家把资金拉走 台湾有升息 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没那么弱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产业政策跟货币政策 目前看起来就是被人家 吸走前最明显的那个阶段 所以日元的贬值 要跟别人跟他近贬 我觉得不太容易 好 谢谢主任的回答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一样是跳一点点 有一位用户 他就是quote就是许勒 许勒教授有提到的 预言的自我实现 这个自我实现 可能就会造成了衰退 为什么这样讲 他就是说 现在的民众对于高通膨预期 然后他就是不消费 通膨很高就不消费 企业他也会缩减他的资助 譬如说最近听到很多企业 他开始在招聘上面 他有缩手会不会这个就会慢慢的造成衰退的实现 想问孙主你的看法 第一个所谓的预言就会造成自我的实现 当然席乐教授有提出很多他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看法 证据没有办法反驳受这种看法 对不对 但是刚刚第二个说法说 民众因为高通膨而不消费 我觉得这一点不对 民众不是因为高通膨而不消费 是因为高通膨逼着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有限的预算 去支应在一定要花的那几样事情 哪些是一定要花 每个月十一住行育乐 有一些你省不了 吃你省不了 然后美国人开车要加油你省不了 这两样东西都在涨10% 所以你每个月要花的钱 我那天在那个简报里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天论坛里面 那个简报里面有个数字 美国人一年要花6万块美金 平均要花6万块美金 然后中间有一部分就跟吃有关系 有一些是跟加油有关系 现在油价涨了 还有吃的东西变贵了 你就必须在这个上面 因为你省不掉 你就要多花10%的钱 好这10%一花下去 你其他的地方 因为你的支出是固定 或你的收入固定 你就会去排挤掉其他的消费 所以高通膨不是让你不消费 而是因为你有一些固定 一定要支出的比重 像刚性的支出 或需求弹性小的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支出 你会排挤掉那种非必要支出 比如说什么去看电影 给小朋友买一个新玩具 这些东西你就会省 所以高通膨会让你节衣缩食 省掉那些非必要支出 这个才是我们惧怕高通膨的理由 因为他的前辈吃东西 买小麦买面包买加油站走了 另外一个企业为什么不投资 为什么高物价不投资 因为高物价会让他进口的物价 尤其是美国 他很多东西是进口的 进口的物价高涨 这个时候他的企业就盘算 这个投资报酬率好像不太划算了 因为我现在投资买这个机器 或投资一个新的厂房 我的最近这两年生意不是那么好 因为美国人不买包包 不买鞋子 不买洋娃娃 我的生意不好 但是我现在买机器变贵了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前无去路是消费者买气缩手 后面的追兵是成本一直上升 所以企业不投资 所以我们把刚刚这个话再重新理一次 民众不是不消费 是他的前辈加油跟买吃的占走了 他买你这个东西就变少了 所以这部分的消费 非必要支出会减少 哪一些厂商会缩手 如果他是刚好去开 像美国很多跟页岩油 页岩器有关的 他怎么会不投资 他现在一定投资 因为他现在最好赚 他赶快去挖挖矿 对不对 然后多卖一些油天然气 他才赚钱 什么不投资 一般卖那种非必要东西的 包包鞋子这种 看电影这些东西 他投资就会减少 因为他现在消费者 对他这部分的开支缩手了 然后他的成本还一直在上升 所以企业不投资 如果他是挖油挖矿 挖重田的 他不会不投资 他会继续投资 但是一般的消费 消费跟投资就会减少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问题 所谓的预言自我实现 其实如果你就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是卖天然气 卖石油的这些能源公司 哪会有不能实现的问题 经济很好 我这卖的很好 像这两年台湾的石化业 钢铁业也是生意很好 因为他们在上游 但如果你是下游的产业 现在大家就比较看出来 未来的经济前景 因为疫情之后 需求不可能马上就大幅的提升 要等到一段时间的 一些经济的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的 所谓的预言自我实现 我觉得在某些产业 某一些领域上面 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并不是全部 特别是在最近物价高涨的阶段 你跟原物料相关的这些产业 他们有什么自我实现的问题 他们反而是 可能最近这10年以来最好的一次 他们上次的低点是2014年 因为当时的国际油价 从100块被打到50块 当时这些油公司 天然气公司 都不想挖油 挖天然气 甚至连俄罗斯 还有当时建国的ISIS 都因此而蒙受了重大经济打击 所以时空背景不一样 所谓的自我实现 也会应用在不同的场景 跟不同的产业上 好 谢谢主任 带我们这么完整的 去说明用户的问题 我这边也在提醒听众朋友 孙主任在全球总经济评论团讲的议题 讲的Keynote的主题是 全球政经议题 疫情 无二 金融角力战 除了这些之外 他在35分钟的 跟我们的好好的Keynote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panel的时间 是由孙主任跟Rachel 还有爱谢克 一直在上面做一些经济议题的讨论 今天大家听到的 其实是当天来不及 帮大家回答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个加强版来补强 也非常谢谢主任用 将近一小时的时间 然后好好回答 一个一个回答用户的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 也希望听众朋友听的 其实是可以用主任的方式 去了解说 其实经济没有那么难 透过主任告诉你 从瓦斯鲁 然后用一些经济的方式 用生活上的方式 就让你知道说 其实总经就活在你的生活当中 当然也要推荐大家 来去多去观看孙主任的经济笔记 好 第二个好消息 现在要告诉我们的题目了 好 我们现在只要听完这一集podcast 然后到M平方的Facebook的粉砖 这个粉砖发布了这个po文 就是礼拜天早上 跟podcast你现在听到谁 一模一样 你就直接到粉砖 我们的粉砖上面 然后有一个问题 是孙主任帮我们设定的问题 这问题就是 MicroMicro 是哪两个名称的缩写 我相信在M平方的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 但是孙主任很有形容 他自己做了一张powerpoint 所以我一定会把原本本的把它放上去 有四个选项 我念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巧克力的名称 我就不想拿个巧克力 不然会有字幕心 然后第二个就是迷泥之音 迷迷 我们写成麻麻之音 因为怕大家不太会念 所以我们就写麻麻之音 第三个 敏尼和敏奇 然后第四个是总经跟个经 好 我没有用任何语调上的补腔 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回答一下 这个图跟Facebook这件po 我们会在Podcast你听到的时候 会完完整整的放在我们的粉砖上 只要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选择的是哪一个 我们会在所有的回答的用户上面 去抽出三本 有孙主任亲自签名的 孙主任经济笔记三本书 然后我们抽到了之后 会有小兵来联络你 好 OK 大概这个活动就讲完了 那也非常谢谢孙主任跟Ryan 今天参加我们的Podcast 那我们大师列车的特辑 就下周再见了 拜拜 谢谢孙主任 谢谢孙主任 好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